为了改造新北市泰山磁修公园的沙坑区 在市员赖秋妹的争取下 请厂商设计各式的共荣室邮具 除了有新北最大的攀爬网 还有全国首座旋转式悄悄板 再加上鸟巢鞦韆 未来全新的磁修公园 邀请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玩 泰山磁修公园内的沙坑区 早期设置了许多罐头邮具 但这些邮具的使用率不高 似乎不受民众喜爱 两年前市议员赖秋妹便与地方居民探讨 要在公园内重新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把这里建造成以泰山为主题的公园 泰山的磁修公园 是我们新北最大的森林公园 这里的生态真的非常的丰富 有各种不同的动物 还有各式各样的鸟类 那包含有松鼠还有蓝雀 所以我们几年前 我们争取经费把我们的木栈道修理完毕之后 那剩下的就是我们持久公园里面这个最大的沙坑 那秋妹今年就特别争取了经费来改造整个沙坑 一个地方的建设非常重要 一定是公部门跟我们的地方来到后面 所以非常谢谢议员在议会给我们的预算支持 所以让我们在很多的建设可以处理 那议员都会有一些建议也特别谢谢秋妹议员 我想秋妹议员在这个案里面也特别用心的协助 所以非常谢谢议员 那我们请厂商来设计了许多不同的游戏 共荣性游戏 然后除了有全国最大应该是我们全新北最大的攀爬网之外 还有我们最大的沙坑 那里面也有我们全国第一座引进的这个翘翘就是活动式的翘翘板 然后还有我们鸟巢的鞦韆 还有攀岩等等许多不同的玩具 赖秋妹议员期许这些游具能够受到大家的喜爱 欢迎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玩 同时并结合一旁的尖洞山步道 规划一个全家欢乐的一日游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